你发现一个言良文丑 这个话头就不像好人 那个言良文丑不好说 这还是个普通干净 拆一下二号 这火工要不要留呢 留一下吧 我把火工放到那个 迷到牌里面去 这也有点太红了 红过头了 我希望有张草 你们不要小看杰杆 杰杆你挺厉害的 我把它拿回来好了 这招红桃的火工 可能要防一下乐的 妈蛋闪电没了 不开心 别那么多废话 你适中就好好打嘛 对吧 挺厉害的 我现在有点怕众乐 一共就俩盘定牌 我觉得可以先缓一缓 这张乐 这张米我随时可以拿回来的 只要后面有反队打我 但是中乐了就 就什么都没了 所以说我至少要等到 过几个反队之后再说 而且我身上全是桃 根本不会死 你的牌太多了 干你蛮烦的 我的牌 要被他拆掉大半了 还好 再忍一发吧 这真的有点虚了 炎梁门手再打我 我就只能拿米了 你没有办法 武中深有啊 哎呀 好爽啊 妈蛋 这没办法 你只能掉血拿 只能掉血拿那个米了 因为不拿这个米 米会被他拿到的 我还不如自己拿了算了 这我是被迫的 不过已经过了三个反队了 反队再有乐的可能性就少了 我还有两张杀 应该是死不了的 什么张露竹是什么鬼 那是你没见过世面好吗 秘之托管的话陀 神他们托管的话陀 我最喜欢你们这些 我最喜欢你们这些托管的 托管装逼贝雷批 张露竹强的一塌糊涂好吗 我跟你说 在座的这些人里面 能打得过张露竹的 只有一个周瑜 周瑜单跳的打得过张露竹 连元术单跳都打不过张露竹 你不要问我 为什么元术单跳会打不过张露竹 因为元术单跳的时候 是摸三棋的 一个摸三棋的元术 但周瑜是打得过的 周瑜可是实打实的摸三 而且是手牌上线的 华佗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形装逼 这个肯定是徐玉反了 因为徐玉前面没有给徐玉解命 无形装逼 最为致命 徐玉啊 徐玉跟张露打 比 就是 这个我倒没测过 可能啊 应该不如周瑜 应该不如周瑜 因为徐玉要跟张露打 就是 你在那个臀排的阶段 也不好这么说 可能徐玉打张露也是徐玉有 徐玉可以 慢慢打 慢慢打 找吧 哇 无限就丢掉了 这么宝贵的无限 应该也是徐玉比较有 妈蛋 桃子就这么没了 上 哇 这给 这给画头补三张 这怎么打得也太好了吧 这怎么还玩个卵啊 这我玩个 这我怎么玩嘛 我好难啊 这本来都已经想好了 收人头了 我想想啊 三 打阴良门仇 肯爹打不死 我还是打画头算了 说不定他手黑 对吧 说不定他手黑 木马也只能放 放起来了 万一他手黑 哎对 死 这火宫一定要比杀仙党 正好三点伤害 不多不少 也不算黑 他是两红一黑 正常现象 那他还有桃 我没办法了呀 那我认命了呀 这怎么 怎么办嘛 那还是两张都放 木马放着吧 木马放着至少不吃火宫 这是让黑桃的过拆啊 当时可以考虑放在手里 我当时都没仔细注意看 我还当时草花的嘞 看咒鱼有没有逃了 那他全是逃 咒鱼啊 捞一个吧 捞一个挺好 那我拿黑桃的这个 行呦 只要能够把甘宁的那张 刀拆掉 我就或者砍死画头 开个桃园什么的 可以置鱼的 置鱼之后杀花头 有杀就置鱼了 霸涌若窃 霸据如鱼 挺好 应该死了 没逃了 刚一点可以 只把甘宁的刀 拆掉 不行就开桃园 生老病死 命不可为 如果 其实开桃园 就是 开桃园就会 内奸比较有利 你知道吗 就会进内奸局 开桃园是进内奸局了 但开桃园我就稳了 因为我 我有一张米在手里的 一定要开桃园 你不能什么都不干的呀 你如果是个桃 赶紧肯定拆你的呀 你当赶紧傻 你不开桃园 死了呀 你当赶紧傻 你是个名 你是个 你如果是个桃 你得开桃园呀 那死了呀 卧槽 还好终于还有一张 那我应该是活了 这他妈还不是桃 这不会玩 我靠 又是个红 这眼亮门丑 这内奸也是蛮苦的 碰到这种忠诚 这内奸想自己收人头 你可以跳内 你可以先跳内 再收人头 反对会一般会给的 当然 这个 这干你也是直接就给了 意思就是你收吧 不过 咱们事后诸葛亮 开桃园就是内局嘛 对吧 内奸的桃子可以留着自己吃 或者看情况 由 该就反就反 该就辱就辱 他现在桃子被提前炸掉了 而且为了收 而且为了收个反 这还强行反箭 其实这反箭应该打元素的 元素的加一码 他要反箭掉的 现在内奸比较难打 哎呀比较可怜 回头给他点个赞算了 其实你们看得出来 张卢主公韧性很强的 不是张卢主 我哪来的多 多于多 我哪来的牌啊 你看这是多出来的牌 我哪来多出来的血啊 等于多摸了两牌两血呢 嗯 挂个刀 贴个乐 我可以先不动了 对吧 乐不思蜀 这个 我还是想正常一点打 什么叫正常一点打呢 就是周瑜口头跳内了 对吧 但是呢 这种就 打嘴炮的擦边球 我不想理 所以说呢 我暂时先不管啊 还是正常乐反贼 该乐反贼乐反贼 然后这两个乐 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我跟你们说 玩张卢的关键是什么呢 玩张卢的关键就是 不管 不管那个判定牌的情况 是怎么样的 你都要尽量把判定牌用掉 这是玩张卢的关键啊 然后第一圈的时候 要像我那样 就是忍住了 红桃的判定牌 先不要用 因为反贼那么多 你要用掉红桃的判定牌 太简单了 这周瑜是打算死中了 还是怎么敌啊 我不管 反正 这在场的这三个 做内奸的 我单挑都 都很吃力 这这三个人 做内奸单挑 我都很吃力 寻优跟周瑜 我是打不过 打元素也是十分的吃力 谁知道寻优在想什么 有些有良心的观众 发现我昨天还在这么 还在现场解说 今天就跑来做直播了 没办法 咱们命苦嘛 对吧 我本来今天很想休息的 结果 一堆人吵着说 我三天没直播了 所以说 我也没办法 你知道吧 三天不直播 三天不直播 说实话 就表现来看 就这寻优最像了 他把那个东西搞 搞到我现在米用不掉了 把我的米抽了吧 看看他们会不会玩 把我的米抽了 我很满意 我很满意 你们慢慢打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纷争 已经与我没有关系了 现在我要开始学历史上的张鲁了 去布施行善了 我跟你说 元树你别得意 寻优一死 你也跟咸鱼没啥区别了 这寻优真的是卡 趁机把米用了 来送你张闪 他去打周瑜了 我也没办法 说的是 元树门丑 乍一看还挺像个 还挺像个忠臣的样子 跟张鲁有点小配合 先死一下周瑜 看一下吧 如果周瑜真是内奸 那就内奸了 如果周瑜是忠臣的话 我就要考虑一下怎么打了 我跟你说 就张鲁的主内反 主中的也真不好打 你看 你们知道什么叫好心办坏事吗 对吧 不需要你跳钟 不需要你跟我跳钟 瞎跳钟 这水平不够 你怎么办嘛 对吧 然后我的米就烂在这了 周瑜你要真实内 你投了算了 咱也不用浪费时间了 这元树是有可能是内奸 你要真实内奸 你就投降 对吧 那我做主攻 我肯定要平衡的 我做主攻 我肯定要平衡的 我不能做事 元树一家独大的呀 然后周瑜装备好 我也打不过他 妈蛋 现在我 没米 米卖不出去 你知道吧 哎呀 气死我了 我 我现在很急的 周瑜有装备 我一定打不过 元树有装备 我也打不过 这你妈 这寻游 摸牌弃弃牌了 寻游死了就死了吧 算数了 那怎么办嘛 我 你起码让过拆给我 我先把周瑜的装备拆掉吧 妈蛋 我好像把米给卖了 你少在这给我废话 我靠 妈蛋 砍死你 行不失 得天道 你有你的权谋 我 自有我的道义 火上 闪 与我为敌 就当这般 生不如死 你就是不乱打吗 我已经快玩不下去了 你知道吧 你不是俩过拆吗 拆掉他 打死他呀 我反正肯定不会去杀掉周瑜的 我又不傻 元树没到一写之前 我才不杀周瑜呢 现在倒是可以考虑杀周瑜了 平分最后给你点个赞就不错了 你还想要内奸分 你想的还挺多 对吧 我跟你说游戏结束给你点个赞蛮好了 的确要感谢人家救了我 对吧 今天还打特别顺 郭皇后主攻不是特别好用 他跟忠诚郭皇后有区别 有个陆区 可以 先留着 陈宇 不好用 陈宇主攻 一般般 不过大家可能很想看陈宇主攻 那我要不要试一番 那就试一番 其实还是要说主攻的还是介路逊主攻 好吧 陈宇主攻有陈宇主攻的优势吧 我只能说 董白 董白这种人做主攻 我真的觉得很废 董白我 而且我也没研究透董白 有个桃子 就有点 这是什么 张飞 张飞 对不对 还有许楚 怎么这么吓人 我靠 搞得我想不设服 射斧杀都不行啊 本来我也都不想射斧杀的 决斗打谁呢 刷的呀 这假的胜率 一看就是假的 这个胜率 这是谁刷的 顺着他个桃 我倒不好意思 打他了 决斗还比较宝贝 哎呀 决斗许楚吧 感觉这许楚不像好人 射服个什么呢 有闪了 有闪有逃 浪一点 射服个乐吧 乐不四叔在哪呢 在这呢 找半天没找到 埋伏已完 只当敌军进来 废话说说 放马过来吧 呃 哇 这么凶啊 其实主攻第一圈 中乐很正常的 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我这么神 就把那个乐给顶了 我说主攻第一圈 中乐的概率 比被打死的概率 要高得多了 这只不过是巧合 就是他正好 第一个反贼有乐 其实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反贼有乐 很正常 而且反贼要乐的人 肯定是主攻 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主攻 这局主要是 我有两头一闪 所以说我敢射福乐 如果我手上四个杀 什么的 我知道要中乐 我也不敢射福乐的 试着道理吧 这许楚贪了 你知道吧 这个许楚 他自己连张杀都没有 还好意思在那挂青龙刀 吓唬人 这不会小桥是中吧 我怎么觉得这么危险呢 全域有皮肤的 就一个很破的皮肤 真的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好看 那个皮肤很难看的 真的 那皮肤特别难看 配音又不好听 这小桥真的是中 我怎么觉得这么背呢 怎么就出个小桥中呢 你就不能出个别的中吗 对吧 你说布链尸 要是中该多好 那看样子 布链尸是反贼了 觉得很难打 好好好 来到来到 灌石之后 这桥就50%的概率被撸了 现在的话 就100%被撸了 现在50% 我也不想这样的 但是没办法 把两个桥灌出去 又太浪了 毕竟布链尸还不一定是反贼 这种事情不好说 如果布链尸是中的话 它是可以 卢佐斯给小桥的 那我觉得我还挺高兴的 所以说这个张费 也有可能是反 是吧 这木马到我手里挺好的 你要不给就算了 我也不稀罕 把破连奴 压根就没杀的 这个降面 说实话 那个陈玉挺厉害的 属于比较厉害的 这陈玉 就是 张飞拆手牌吧 要不拆家一也行 再起 他中乐了 再起 难瞒 挺搞笑的 以前有见过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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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霍 一血再起 三大门 祸首 这把主要靠布链尸打了 基本上 我其实能力也很一般 没闪的话 掉鞋挺疼的 这奔运 没得奔 你知道吧 我肯定留逃了 借刀也没了 哎呀 这个冰凉寸断不错 吃个桃 吃个桃吧 应该灯爱是内剑 张飞 冰住张飞 冰住张飞 还是给布链尸吧 我留一个 我留一个 我留一个牌可以了 陶还是不敢给 怕翻车啊 这回可以射复杀了 这许数爆发一轮还是很有可能的 这南蛮入侵 打徐竹也挺伤的呀 孙策快醒了 你们发现没有 他是不是打算收掉许楚 张飞内的话 邓爱去顺许楚干嘛 不懂 要不弹我算了 先奔运 再摸牌 还挺爽的 还挺爽的 张飞 是不是想收许楚 我这边出个杀挺好 这两货应该是 如假包换的真种 哎呀 用不着 真的是 这是要拆我们马车了 我跟你说 这南蛮反而证明张飞不是内奸 你知道吧 真正的内奸 南蛮肯定是留着关键的时候用的 现在这个位置开南蛮 没什么好处呀 要么开完南蛮收许楚 他又没杀 还开五谷呢 果然是反对 还好陶没放进去 其实这马车也就这样了 本来就是要丢的牌 对吧 只要不练师不死 我就没什么问题 这我还真敢杀邓爱 哇 这邓爱这么惨啊 明闪 九杀不练师啊 所以说张飞是内奸 是吧 不知道 如果这个邓爱是内奸 徐处砍的 他还要去九杀不练师 那你也没办法呀 让他去 明闪啊 这个嘛 先出普通杀 再追火杀呀 妈的智障 真是 哦 这种 那看着真的是 邓爱内奸 就这种 这种内奸 你也真的是 一点办法都没有 妈的 反贼要打他 他就去打忠诚了 那这年头 反贼也太好当了 这边还好孙策 这个无用之人 前面南蛮入侵 没掉血啊 真的是 真的是无用之人 你知道什么叫 无用之人吗 这孙策之中 本来醒了 哦 左辞内奸 哦 有道理啊 真的有可能是 左辞内奸 邓爱是因为 被徐处打了 生气了 对吧 那左辞内奸的话 邓爱前面去顺序处 干嘛呢 他只是为了顺个刀吗 现在的问题 就是这个张飞啊 邓爱是断闪的 对吧 我们看左辞的 行动轨迹吧 看他是不是 这时候打忠诚去了 恭喜 怎么觉得这么难打 并不好打 不连事也没逃 主要是 小乔的能力太差了 我感觉 就算左辞是内奸 打死他 也没什么坏处啊 感觉这帮人里面 就左辞最厉害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但就怕左辞是内奸 打死了之后 我们面对一个人 打三个反的 这个窘境啊 这你妈 不连事死了 不是打不过了吗 那我只能打左辞 我只能赌了 就砍他 就砍他 其实腾甲对我来说 蛮不错的 然后现在的话 我要宝杀了 闪已经没有用了 然后 不连事是一定要宝的 死也不能让不连事死 打个屁的灯 就先打死左辞 左辞是内奸也打死他 让尼亚的九杀 打死左辞 他内奸我们也能赢 打死之后 三个白板 对吧 打死之后 三个白板 能追刀吗 好没用啊 这货 就怕左辞这回合不死 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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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人家不连事劳苦功高 差点都死了 这几个人还真研究起 我的胜率来了 首先这号就不是我的 我的号胜率只有55 你知道 那个号才是我的真实胜率 我那妈 胜率要是有70 卢啊 卢啊 你怎么这才想起来卢啊 他是不是完全把卢这个技能给忘了呀 那你既然要死反 那就打你呗 你看面对这种小白板 真的是 杀 我每回合有九杀这货 腾甲在我手里呢 对吧 俩腾甲都在这 人王盾在这 所以说还是留红杀吧 妈蛋 又他妈南蛮入侵 不过不练是可 不过小桥可能有闪 要不再弹我一发吧 你说你没事弹他干嘛 你弹我呀 哎呦 不练尸不能死啊 死了打不过你知道吧 这小桥太废了 我跟小桥打这两货还真不一定打得过 你说是不是 你说我跟小桥打这两货能打过吗 现在我们肯定要先干掉灯爱的 那灯爱托管就赶紧打死他 哎呀 哎呀 好气呀 赶紧砍死灯爱 你要穿腾甲也可以 我跟你说 这局小桥有发挥 纯粹是因为什么 打死灯爱啊 妈蛋你这个 你让我怎么打吗 我都给他指了路让他打死灯爱 他还不赶紧打灯爱 妈蛋还想激昂 哎呦 有个乐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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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保险起见啊 还是得把刺庸剑给他顺了 妈蛋 做主攻真难 你知道吧 好吧 那还是做忠诚更难 我一个 我主攻胜率比忠诚要高十个点 这高整整十个点 就是你碰到智障中 你主攻英明一点还能打 你碰到智障主 你忠诚怎么赢 是不是 你忠诚怎么赢 火杀 火杀 很威风嘛 这火杀还真溜啊 赶紧打灯爱打死他 火攻 哎呦 你有红沙吗 哎你们这俩火攻打灯爱 灯爱早死了 你有红沙 队友有红沙吗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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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陆张飞 看死张飞了 不能 不能再等了 这种时候吗 就陆张飞了呀 你要打张飞就撸张飞了呀 就怕被救回来 让你压得不如张飞 真是一群智障啊 三个白板都打不过 然后让邓爱活那么久 妈蛋我断杀了 被反打就搞笑了 总算死了 我不摸这个决斗 这张飞是不会死的 你知道吧 原来张飞是哪件 太可怜了呀 这个张飞 让你们杀灯爱 你们不杀 杀灯爱能说三张牌的 杀张飞三张牌都没有 算了 这张飞 这张飞太可怜了 这张飞太可怜了 我给他个赞吧 等一下 这张飞太可怜了 这张飞太可怜了 我等一下给他个赞吧 我一直以为邓爱 但这邓爱姿态太差了 还一直托管装逼 连累队友 知道吧 真的是托管装逼 连累队友 全让他战了 这波终于能打死了 撞队友不是不行 这个要先撞的 你知道吧 你说不定摸个酒杀 就把灯爱打死了 古丁刀 这次谁也救不了了 他准备收掉灯爱之后 投降了 哇擦 反贼 反贼顺策 举小白七 举得如此之 我感觉 我感觉张飞 真的是有点可怜 被反贼坑的比较惨啊 点一下吧 哎呀 小乔不练是都打得不太好 他哪怕打得稍微好 一点点 对吧 就那么一点点 我要求不要太高 你不练是懂得先撸 对吧 你小乔 你小乔刚才跟着我一起去杀灯爱 对吧 我觉得就可以给个赞了 毕竟同甘共苦的 打成这个样子 我真的是 我宁可去赞张飞 你知道吧 因为赞张飞有点可怜 张飞倒是真没怎么乱打 而且刚才观众说的对啊 张飞这个南蛮挺像内奸开的南蛮的 就是想收虚处 结果虚处不给收 今天倒是赢到现在了 竟然没输过啊 我想想看 好像输了吧 内奸 看一下 是在这看的吧 已经四连胜 对对对 我想起来有把反对输了 还不错吧 看今天势头这么旺 能不能一把内奸 刚才那把陈玉吧 也没什么特别出彩的 就起手那个摄福乐 挺神奇的是吧 但我刚刚跟大家分析过了 这个我起手陈玉摄福乐 就跟我以前捏无限捏得死的 道理是一样的 哎呦 神操操了 哎呀 你说这么多神主弓 我都用了 用个神操操主 会不会不太好 哎呀 我这个人早就已经没有节操了 节操这种东西还要来干嘛 是吧 还要节操干什么 反正号也不是我的 反正节操又不是我的 到时候被骂也是 也是莫豪被骂 关我屁事 这把 这把如果反贼最后赢掉 或者被内奸赢了 肯定也挺不容易的 毕竟是个神操操 我都赢两把主攻了 联姻三把主攻 也没啥太大的意思 是吧 流鞋神钟 哇 李如神神钟啊 神神钟啊 哎 我披着莫豪的马甲 还有人认得我 真的假的 我看能不能出个逃 这边草屁很像钟 怎么办 我有种不想忙的感觉 不忙了吧 好吧 反正闪现丢光 再丢个杀 做个姿态吧 我就静静的等待 忠诚的发挥吧 这李如要是钟不是无敌了吗 顺手牵阳 这关于平时钟啊 看来这局没啥细唱了 可能李如就是个乱选的 关于平中这难打呀 这其实陈曹操还有一个负技能 叫飞影 陈曹操要是没有负技能飞影的话呢 这关于平 他打我两下就行了 反贼反贼 刘鞋是队友也很厉害 刘鞋是队友 我都想考虑拿A点的决斗去评点 对 其实关于平跳个内就行了 跳钟城有点太浪了 他们竟然讨论起我的百坑讲坛了 我一直以为我的百坑讲坛 没什么名气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我百坑讲坛点击率只有几千 人家百坑讲的点击率都是几万的 人家的栏目点击率都是几万的 你说这能 这是一个次元的吗 我这没办法 这只能拿套捞五元妹了 反正都在这个位置 那如果要是李如是队友的话 都还行 你救吧 救吧 救吧 我这桃也不是真的为了救 不救我就 就丢光了 不过有一句说一句 直播的话 我在三国沙界的人气还是能排前五的 优酷视频 这个可能前十都排不上 然而我很希望是中的流血也不是 那李如肯定是中了 只要李如是中 什么都好说 这流血不敢打我的呀 他能干嘛 哎呦 我的决斗 决斗还在就行 别的都好说 决斗还在就行 流血他也不敢拿牌拼我的 拿牌拼我直接先偷一波 这流血吓懵了 不敢给 给了之后直接放大 没关系 放吧 让这一切都回飞 哎呀 好像输掉了 有可能江维是内奸 对吧 那那那怎么办吗 没戏唱了呀 哎呦 先先打我一道 先打我一道 怎么打嘛 我觉得好难打呀 我可偷了三张逃过来 谁的逃 元树的逃 江维的逃 关一屏的逃 这个没有用 那李如有什么用吗 但说实话 莫之为中这样搞我一下 没有什么乱用 感觉关一屏已经死了 我充其量也就是强行拿桃宝关一屏 但其实强行拿桃宝关一屏都没什么意义了你知道吧 关一屏死定了 敌人就在眼前 我还不能倒下 皇位是我的 天下也是我的 好难打 主要是这个关一屏选的不好 这关一屏换个寻忧之类的这局就赢了呀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肯定姜维内建了 还是 另外一方面忠诚的位置不好 陈曹操一定要忠诚在后背一点 这前置位忠诚就是出来被人打死的 我现在也很难办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打 如果姜维也是反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呀 先把曹批的简一码保住吧 这是什么驱护法 驱护也打不到我 卖萌的吗 而且你真的要驱护打我吗 他发现 什么情况 卡了 是不是我掉线了 于是乎他选择关掉窗口 然后重开 反对怎么互相打起来了 这是什么 这驱护看不懂你知道吧 那他们忽然间打驱护去了 不会驱护真的是内奸吧 并忽然间驱护我打光一瓶干什么呢 他们真的打驱护去了 别闹 这驱护真的是内奸啊 这什么鬼吗 你驱护你就不用驱护我打光一瓶 你站着不动不就好了 你知道 对吧 你知道后面只有一个中文 然后现在反对都在打他 我还得救他 你杀我吧 杀我吧 我继续偷牌算了 我不想把这些牌都弃了 你知道吧 只能打李如 因为 打李如没有副作用 而且李如最脆 桃子必须吃一个 不吃的话 等一下没驱护了 而且要留张杀的 两个桃保寻语应该够了 该不会两个桃都不够旧的吧 他们怎么就这么聪明知道寻语是内奸啊 就因为前面那个驱火啊 杀一刀草屁翻翻人是吧 其实你 我不知道该翻谁 这人人都 就每个人你都想翻 就变成了每个人你都没法翻了 你懂吗 先保住他再说 妈蛋这节奏都什么玩意儿 本来曹丕是挺厉害的 我本来很指望李如是队友 这李如是队友无敌了呀 李如曹丕双队友 对吧 这不是进入天黑游戏结束的节奏吗 是不是 我是不是要挂闪电了 我感觉要留闪电了 哇 这万剑有点神啊 但我就怕曹丕把我翻掉之后 感觉这个无蟹不是我们的 我就怕曹丕把我翻掉之后 对面打个无蟹无蟹我 那就变曹丕一排翻我了 卧槽 两无蟹都在对面 你要叹一下无蟹在哪里 两无蟹都在对面 这这还打个屁啊 两无蟹都在对面 哎呀能不能再开个南蛮 南蛮入棋漂亮 好了那那那那那他们可以脱管了 损肝爆炸 你看这救救寻蟹救的好值啊 可以翻流蟹也可以翻我随便 其实我觉得翻流蟹也行啊 当然徐宇有可能就屈乎我打死流蟹的 要不翻我 扎 他居然触杀了 你别告诉我徐宇是中草皮是内啊 这我无法接受啊 我反正动了也没用 马尔弹偷了对肺牌 那屈乎我打死流蟹吧 你别告诉我草皮是内建啊 这怎么就很尴尬了呀 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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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神草草选群熊吗 就是防有元素你知道吧 这 这他妈知道我怎么选吗 只能量方片了 没有别的选择 还好 啪啪啪啪啪 偷光 又偷了个南蛮过来 但是没有逃了 他没有屈虎 但是收了牌之后就能屈虎了 这边有个A点 可以留着屈虎 还真有可能是寻遇中乱打 就跑上来没搞清楚情况 屈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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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 屈虎 他不会忘记了吧 没忘记啊 没忘记就好 打元素 最好打元素 他 他不知道我的牌 其实打元素好 他应该是做终臣最后能做的事情了 然后草皮肯定把屈虎收掉了 我也没办法 妈蛋 只有一张顺手 随便顺吧 这个元素打不死呀 我没什么东西可以顺的你知道吧 稍微随便顺顺看吧 说不定他有虚报牌或者有逃呢 哎逃来了 逃来了就收掉内剑 哎不不不 收掉这货 然后给屈虎撸个桃 然后我自己就不管他们俩的事了 逃在这儿呢 最后两个是逃 就你一下 不算玷污吧 其实神曹操还好 当然了 你要是觉得不爽的话呢 我也只能随便道个歉啥 这波翻面其实挺溜的 我也暂时没什么好办法 这桃还不得不给他留 不留的话 那波牌被草皮收掉了 就不好了 然后我也没顿 特别烦 我也是今天玩嗨了 就玩个神曹操主 其实还是神司马仪适合我 主要是不敢让曹操直接收掉 这一波牌收过去还了得 那我可以吃桃过了 不用吃桃 可以挂人王盾过了 其实 我还真不敢出大点 就草皮前面南蛮如青不翻人 对吧 你要真是个钟 你死了也是 我的真的是徐玉忠啊 这徐玉忠什么鬼吗 有什么打的吗 妈蛋 人家内容没跳反 你中跳反的 不过后面打的还可以 关一平挺可怜的 那这样吧 算是给大家道个歉好了 你们要觉得说 神曹操作主攻太强了 体现不出我的水平 心意中厉害 感觉都要变得很烦 你不是知道 你被验到的 赛造圆 你被验到的 你被验到的